你男子说,医生,我大便有怪癖,我什么场面没碰过呀,但是这么怪癖的,还真没见过。 我问,怎么了?他说,我不闻粪便拉不出来。 嗯,这么奇葩,我问,哪来的粪便?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,我自个的,但是只取第一节。 我问,为什么?他说,第一节软硬时钟,气味浓郁,我称他为人处分,十分钟极品。 不行,我已经有点反胃了,我天真的以为是那些粪干文一文就开始拉了,然而他那粪粪的具体过程简直让我大开眼界。 他说每次粪粪钱他都会换一套宽松衣服,然后进卫生间会用粪香炉倒上粪汇,压平后再相托倒上粪粪。 点燃后,清烟鸟鸟,一谢千里,最后再洗个澡,那简直是人间享受。 高雅,太雅了,拉个时都要更衣粪香沐浴。 说到尽兴他还掏出了臭囊跟我分享,我轻轻一秀,一文入魂,直冲南天门。 他这次是因为媳妇反对才来看病的。 他媳妇到来后,事情的展开就更加离谱了。 女人对男人这个癖好十分厌烦,打算让我给他调理调理,我摊摊手,说不会治这个病。 女人认为都挂完好,不能浪费了,问能不能顺道给他看看食欲不佳的问题。 食欲不佳,碎柜消化系上游不门管,我倒是能看一些。 我问,怎么了? 他说,其实我也有一个癖好,闻到吐吐那酸爽劲就会胃口大开,是不是有病? 这么中口。 男人立马报复信件举道,他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,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还得用电饼撑压烘干,然后再捣碎做成麦片。 吃饭时用水泡开再拿起来闻,闻完再吃饭,你看多恶心呀。 两人谁也不服水,吵成了一团,他俩病,我是一个也看不好,只得出了一个结论,果然,一个被我睡不出两种人。